大陸要請各位到後面拿這個紅色的LED 這是一個全彩的LED 全彩的LED 然後它有四隻腳 所以等一下你要拿那個4team的線 如果沒有4team的線 你就拿兩個3team的線 這樣就夠用了 然後它裡面有四個腳位 V.R.E.G 那這個V呢 指的就是5伏特 那個V 所以V就接到5伏特 那另外R.B.G.那個G不是接地喔 這是三原色 那個R是red 然後V是blue 藍色 然後green是G 是綠色 所以是三個原色的控制 所以這一個比較特殊 就是它沒有那個接地的點 沒有接地的點 那像這種LED 你外面可以買到大概有兩種 長相可能會不太一樣 但是它的形式有兩種 像這個上面就有寫一個減號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R.B.G. 像這一種叫做共一級 剛剛那個叫共陽級 那這一種就要用接地 那個減號就要接地 然後另外三隻腳是訊號線 就是三個原色 所以這兩種接法不太一樣 一個是接V 一個是接GND 這個叫共陰級 這個叫共陽級 那我們一般對初學者 我們會盡量買這一種 因為這一種 這一種的你在控制輸出的時候 你給0它就是不亮 然後你給到255就是全亮 所以數字越大越亮 比較直覺 那這一種剛好相反 你給到255它是不亮 然後你給到0它是最亮 它是剛好相反 因為它的模組設計不一樣 因為我們那個共陰級的模組 只有15個沒那麼多 所以我們今天統一用共陽級的 所以等一下就是領紅色這一個 我用這一個來做講解 大家比較統一 那請麻煩各位去領一下 在右後方 最後一台電腦那邊 好所以我們就先把那個 線先接到5號、6號、9號 所以你那個V 上面的V 你就直接接到上面的 中間那一排的V 然後另外三隻腳呢 不分 然後隨便你接 就是5號、6號跟9號 那你等一下測試一下 就知道你是哪個顏色了 因為有時候那個模組 對岸來的模組會亂標 所以你除了那個V 是接到中間那一台的V之外 另外三個 三顏色的控制接腳 就是接到S這一台的5號、6號、9號 5號、6號、9號 好接好之後就可以送電 這樣USB可以插上去 所以只有V差在V 其他三個都要送電 只有V差在V 其他R、B、G三個 就是差在5號、6號、9號的S 5、6、9號的S 5、6、9號的S 好 插上去送電之後 你的燈應該會全亮 就是白色的燈 三個顏色都亮 看起來會是有點像白色的 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切換畫面 好 所以我們用類比來控制的話 它就是用這一個 只有這一個基母 analog多少 然後value值是多少 這個就是類比的控制輸出 它就是只有這一個基母 全部都在這一個基母上面做 那我們現在有三個燈 R、G、B三個燈 所以我把它複製 就是拉三個出來 拉三個出來 那一個控制5號 就選5號 一個控制6號就選6號 一個控制9號 那現在什麼顏色我不知道 因為它那個標示不一定準 對岸來的模組有時候亂標一通 好 好 那剛剛講250 以這個模組來講 255應該是會關燈 所以我就點兩下 欸 好像少一個顏色對不對 再點兩下 又少一個顏色 剩下紅色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是紅色 點兩下 就全部都關了 三個顏色全部都關了 對不對 好 那我要開燈呢 我要開燈 我就再複製一個 按右鍵可以複製 然後一個改0 0就是開燈 好你可以試喔 現在這個5號 好我這邊是藍色 我這裡是藍色 等一下你要看你的街角 可能跟我不一樣 好我知道這是藍色 然後關掉 好換6號 我的6號是綠色 然後關掉 然後我的9號是紅色 然後我的9號是紅色 換掉對不對 好那一般我的習慣喔 我就會在這邊 在空白的地方 我就會增加一個註解 然後我就會寫說 這邊是藍色 然後這邊是綠色 然後這邊是紅色 這樣子我等一下就不會弄錯 好 所以這個是開 這個是關 這個是藍色的 然後你再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數字我們剛剛講 0是最小 25是最大 然後0是開 25是關 那中間的數字可不可以 都可以喔 比如說10 點兩下 這個 這是10的亮度 好那240勒 應該很暗 點兩下 一點點亮 所以你這數字 從0到255 中間都可以變化 是代表它的亮度 亮度 那所以每一個顏色可以有256種變化 0也算 關掉也算 所以這三個乘起來 就有1677萬 所以叫做全彩 三個可以組合 那至於組合的顏色 網路上有一個叫RGB的配色表 你可以參考啦 不會很準 因為這個是光線 你Google 選RGB 配色表 你就會找到相關的網頁 然後上面呢 就會有這種 那R是255的時候 G是多少 B是多少 時候大概會是什麼顏色 那因為我們這個模組是相反的 相反的 所以如果這邊255 我這裡就要0 這個R就要0 然後這個如果250 我就是5 我的G就要變成 Green就是要5 因為它是剛好是相反的 這樣各位同意是 好 那各位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你的哪一隻街角是什麼顏色 然後先把它著名標上去一下 如果不會有反應的請你找我 如果已經知道說這個三個顏色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 哪一個小控制哪一個顏色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做一個很經典的 就是紅綠燈 紅綠燈 那紅綠燈裡面有紅 紅燈綠燈跟黃燈對不對 那紅跟綠這裡都有 那黃燈在哪裡 就要配對不對 那通常就是 哪兩個顏色配起來是黃的 紅加綠是嗎 好像是黃 有點忘記了 好像是紅加綠配起來是黃 你要先試一下 如果擔心的話就先試一下 紅燈 綠燈跟紅燈打開 對啦 是黃燈 所以遠遠看比較準 這綠燈如果太多 你就把綠燈降少一點 就把綠燈少一點 不用到零 可能到一百就好 這樣就稍微黃一點 好 那假設 那你知道黃燈 你就把黃燈 準備好 放在旁邊 這個叫黃燈 好 綠燈我再弄回來 好 所以這個是黃燈開 好 那黃燈關 黃燈關 黃燈關就全部都是兩百五十五 對不對 好 這個就是黃燈關 好 那紅綠燈呢 一開始我們會習慣 就是三個燈全部關掉 所以你就三個燈全部關 好 來 點綠燼開始 好 為了保證它每次一開始 都是正常不會混到顏色 那我們一開始會習慣把所有的燈關掉 好 然後再來呢 可能紅燈要亮五秒 紅燈把它拉下來 要亮五秒鐘 所以要等待五秒 假設 好 那紅燈亮五秒之後呢 再來亮綠燈五秒對不對 好 綠燈 再亮五秒 那綠燈亮五秒的時候 紅燈要不要關 要關喔 所以你們記得紅燈要關 這是同時動作 綠燈亮紅燈就要關 然後 一樣也是等五秒 好 五秒之後呢 綠燈準備要關了 但是在關之前呢 黃燈要閃爍對不對 閃爍五次 好 這是黃燈 這是亮的時候 這是關的時候 那閃爍的話 那閃爍的話動作要快一點 比如說零點五秒 零點五秒 這個叫做黃燈閃爍 那閃爍它要閃幾次對不對 這有重複執行 假設我們閃五次 好 這是黃燈閃五次 黃燈閃五次之後 你的綠燈是不是就要關掉 對不對 綠燈 綠燈要關 所以是這個 綠燈關 好 那綠燈關了之後 再來就應該是亮紅燈了嘛 就會回到這裡對不對 好 所以我把它接起來 這應該就是一個輪迴對不對 我把它重複包起來 好 來試試看喔 好 好 按預期 紅燈亮 應該五秒鐘之後 要亮綠燈 好 點綠燈了 然後五秒鐘之後 要閃黃燈 閃黃燈有沒有 閃黃燈閃五次之後 會跳紅燈 再五秒 就再輪迴一次 再輪迴一次 來各位試一下喔 好 這是用數位的方式去控制 好 用類比的方式控制 但是我們 類比的數字 我們只有用0跟255 所以也相當於是用數位的方式去控制 一樣的意思 我們剛剛關那個那個 關六號應該在閃爍之前 關綠燈 因為閃爍的時候 會混到顏色喔 但是沒有差 因為那個重複執行裡面 就有 有混那個綠燈 綠燈跟黃燈 就變成黃燈喔 欸我忘了 剛剛那個剛剛不是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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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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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叫做顧上班 用淪水 用整個健康 做菜 用整個食物 像做机器人 那个眼睛 眼睛就可以用LED 任何有指示效果的地方 比如说开锁 那个锁住的时候是亮红灯 然后你密码打对了 开锁就亮绿灯 或者是你把它当作霓虹灯来用 或者是做教材的时候 你把它当作达对达错 圈或叉 乖或不乖 都可以用 或者达到你的指定的目标 就亮绿灯 或者闪烁 闪烁什么意思 闪烁就是亮暗 亮暗 亮暗 然后看你那个间隔十秒钟 要画一点 然后接着给它画一点就会晃错 人的眼睛的视觉转流大概是15分之一秒 所以你的那个等待时间不能太短 你小朋友在玩的时候 他会等待0.00001秒 这样子会看不到那个灯的动作 因为你的眼睛跟不上 就会看不到动作